那麼三招的主動技能都有不同的特色 第一招的3AP主動技能 私家燃燒狀態 4AP的主動技能就衷心感謝大家的一定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 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繼續和大家玩鋼藍 台服的1.3版本終於實裝啦 今次影片就和大家介紹一下台版的1.3版本有什麼值得留意的事項 以及介紹一下全新機師 瑀莉莎 值不值得大家抽呢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進入解說還撤 Let's go 為了今次1.3版本 唉 特地就抽到瑀莉莎 跟大家實測一下到底值不值得抽 首先講講她的天賦技能 這個天賦分別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就是觸發她的余光鎖定 攻擊完目標在對方反擊之前 再會在指定範圍再隨機攻擊多一名目標 除此之外在她的攻擊範圍和路徑上 都會對指定目標造成多個20%的火焰傷害 假設提升到三星效果 會多了一個被動效果的主動攻擊之後 對所有攻擊的目標施加一個關節溶解 對方攻擊或者進行任何指令之後 會令到所有部位造成多一個5%的固定傷害 天賦效果就是針對一些固定傷害 火焰傷害不是一個如光鎖定 接著來就是角色的技能模組 分別有兩招的常駐實用被動效果 第一招採訪許可 令到自身有一個超高溫 超高溫提升火焰傷害係數 和有一個再行動機制 使用後可以多動兩格然後再攻擊 然後第二招的核心被動效果就是攻擊目標 若果自身的內疚力高於目標傷害值 攻擊值會有個額外提升15% 另外有兩個被動效果個人認為就不太實用了 第一個 鏈路融位 主動攻擊時若果擊破保衛 令到對方無法反擊 以及施防關節溶解 除非你是高練度的潰莉莎 否則的話我覺得這個被動技能就比較難觸發 而另一個的被動技能就是爆點頭條 用AP值來犧牲 令到傷害值有個倍率提升 但這角色的技能模組偏向使用大量AP值 所以這兩招的被動技能個人不太建議 接下來看一看這招的AOE技能 個人認為是蠻實用的 同時使用兩個噴火器 可以對目標造成2.35倍的傷害 我們施防完技能目標的格數 全部都會施加一個燃燒地形 這個燃燒地形就會比艾林大得一格 而另外他自身有三招的主動技能 第一招就是3AP 對目標造成1.2倍 以及對路徑的其他目標都有一個20%的火焰傷害 最大的分別就會在後者的施防技能之後 會對路徑上施加一個燃燒地形 然後到4AP技能 他的攻擊倍數就去到1.4倍 但後者的效果會有點不同 若果對方是處於一個燃燒地形 戰鬥之後就馬上觸發多一次燃燒地形效果 這個玩法是配合艾林的 艾林優先使用了火箭燃燒地形 貼完火箭燃燒地形 然後再透過4AP的紅紅勝意 可以馬上觸發一個固定12%傷害值效果 最後就是5AP的主動技能 倍數就來到1.55倍 最大分別就是後者對對方施加一個余溫狀態 余溫狀態就是對方受到攻擊的時候 戰鬥的所有部位就會受到 瑋莉莎的所施防武器0.05倍的固定傷害 直至到自身行動結束 3招的主動技能都有不同的特色 第一招的3AP主動技能 施加燃燒狀態 4AP的主動技能就是透過本身疊了的燃燒地形 再令燃燒地形馬上觸發一個固定傷害效果 去到最後5AP技能就是透過余溫效果 根據自身傷害值 然後對敵人造成固定傷害 而哥倫就會上4AP的主動技能 配搭艾林的火箭效果 產生燃燒地形 然後就帶回兩招的被動技能 提升傷害值 和一個再行動機制 除了這個配置之外 大家可以考慮不用這個被動效果 配搭多一招的AOE技能 一個6AP 一個4AP 然後一個再動機制 然後到機格方面 由於惠莉莎是屬於重裝甲 移動格數方面比較短 只有三格 而這隻角色最值得加分的位置就是噴火器 它的射程是5x5格 比起本身的突擊類機槍或散彈槍 是多了兩格射程 透過多了兩格射程 令對方無法進行反擊 接下來帶大家看看這個限定機格 它的技能模組就是攻擊的時候 若果對方目標大於3個的時候 戰後可以恢復AP值點數 主要是配合它的天賦效果 因為天賦效果也是打老徑目標 如果真的多過3個的時候可以恢復AP值 或者配合它的主動6AP技能 然後另一個被動效果 整備模組 它兩值8分比高於80%傷害值提升 和遭受傷害降低9% 行動開始的時候恢復內久值 和較準模組提升命中率 其實這個專用機甲也不太吸引 一個恢復AP機制 和一個提升傷害和遭受傷害降低9% 其實只是抽個機師 然後用其他的重裝甲機體 個人都覺得足夠 如果你問我無課玩家或課長 抽不抽好呢 我覺得不建議 其實整隻角色定位都是屬於一隻副師位 主動技能的傷害值個倍數係率又不是太高 都要依賴隊友施放燃燒地形 再跌回去本身的主動攻擊技能才會比較吸引 和他主動技能的燃燒地形只有一招 其他招式的範圍又太窄 又不夠艾林那麼實用 所以... 其實真的不值得抽 抽來最多是用武裝討伐 因為始終要更多的角色持 除了推出惠莉莎之外 還有另一隻的追擊手 如果你問我兩隻二選一 抽哪隻 我寧願你真的抽 拿塔利亞 多一隻追擊手用近一神祭 我們繼續看今次更新的事項 就是多了主線關卡 拓尖委託到第九章 首領剿滅到第十一章 但有一個前置條件才會開放 前線試煉 生死與共 探索到50%才會開放 這個前線試煉 個人認為也挺難打 我目前是開放到22% 有很多機甲的全身模組給大家獲取 還有多了一個預熱衝刺 精英戰役、前線試煉、戰術模擬 也有一些獎勵翻倍、次數增加等等的活動 幫助大家更快提升我們整體角色的練度 前線試煉不夠打怎麼辦 慢慢龍吧 龍高這個科研系統 因為科研系統加成的數值也挺高 機師特訓的材料就是透過我們挑戰精英關卡而掉落 還有機甲研發 機甲研發的材料就是透過我們前線試煉獲取 然後還有武裝研發的 武裝研發的材料就要透過首領剿滅獲取 龍到差不多就可以挑戰全身的武裝討伐關卡 大致上今次更新內容就是這樣 大家不用長草了,終於有東西玩了 影片介紹到這裏結束 覺得幫到手的記得按個讚 還未訂閱的觀眾可以按訂閱鍵 以及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就知道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